雨天违规电汉 看接工触电不幸死亡 中华直江花莲场 传出了一起公安意外 渔民50岁的外包汉接工 在下午天违规进行汉接作业 结果过程当中 意外触电 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经过送医急救 仍然宣告不治 而根据了解 知名汉接工 还刚到新工程航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碰上公安意外不幸死亡 现在相关单位 也将着手调查 要厘清后续的责任归属 直江工厂里 外包商工人触电倒地 警销货报赶到现场 将他抬上担架 实施CPR 送医急救30多分钟 仍然回天乏术 才刚完成叫班的员工 还来不及搞清楚发生什么事 只知道场内有人倒地不起 外面的救护车送的 可能消防队的 因为后面有跟一个消防车 14号下午2点多 中华直江花莲场 传出一起公安意外 一名50岁 渔性外包汉接工 疑似在雨天前来维修机械 冒险进行焊接工作 施工过程突然触电倒地不起 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送医急救人宣告不治 一般如果在室内的话 没有会影响到作业的话 还可以施工 如果是户外的话 我们有水气的话 我们是不会施工 毕竟电焊它还是有电力的输出 电焊工作首要条件就是绝缘 相对实度超过80% 就不能施工 劳动部职安所也规范 雨天沿禁电焊作业 为这可依职业安全卫生法 判刑罪重三年 并科30万元罚金 证明死亡的焊接工 刚到新的工程行不满一个月 就因为违规施工酿成伤亡 警方及北区劳监所 也将着手调查 查验施工过程 以及后续责任归属 记者陈姬也欢迎报道